已經回到尋規劃電圖變得很無益 尋規劃的工會今天表示 因為一些尋規劃 目前現在的工作時間 都超過十五點 甚至有的業者主張說 須規劃只能在加班 費和總金制裏面 兩位選一項 他們覺得很無合理 全台灣三期境界的尋規劃 變得很無益 尋規劃劃聯合新聞說 先記三期境界之後 尋規劃劃的尋規劃 可能變成倍 有人早上七點半開始上班 到八月十二點半再回去處理 當時超過十五點鐘 剛才說 蘇紀的薪水一大部分 是處理上班的獎金 但是在現在 蘇紀經常需要加班的時候 台北通公司 頓主張要加班費 就不可以領一個獎金 怎麼會是需要我們員工去兩個選擇一個東西呢 羅東部會員 占對疫情的狀況有特殊的加班規定 可以編登工時 但是特殊加班的加班費 公司是需要屬前經過工費 要是管理政府的動議 才可以來實現 如果是經濟的狀況 也需要屬後保備新車 占對台北通的案例 可能需要另外調查 台北通會員 公司的依法 讓蘇紀加班費 不過儲上的獎金 法律是沒有規定一定要提供 記者問到 這不是代表 蘇紀需要放棄 佔新車比例最高的儲上的儲上獎金 才可以來提加班費 鐵伯通說 這個新車結構的問題 會再來研議 記者各位觀眾 拜託台北報道